主席還有旅會嘉賓大家午安 在這首先請代表金融社環保局 感謝四股參與的協助 另外也感謝環保署委辦單位工研院 及北區環境技術資源小組的列令之道 另外我們也要感謝台電協和發電廠 提供我們這麼優質的會議場所 以及我們的演練場地 再次感謝你們投入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另外我們這邊也要再感謝說 有關於這次參與演練的各單位 包括了消防局、警察局、教育局、產發處、行政處 以及衛生局、教育局等 這些局數單位的列令 參與我們這次的演練 再次感謝你們的參與 接下來就由我來進行 今天的演練作業檢驗一個說明 剛剛主席或是我們的副作也都有提到說 在因為潮流事件的問題 以及高雄氣爆的整個造成整個環境 帶來一個大量的環境的災害跟人員傷亡 環保署就會有制定了一個風氣污染事件 然後並且希望說各縣市環保局能針對空氣污染突發事件 能進行每年一次的緊急應變演練作業 所以說我們基隆市環保局也為了要強化本市的空氣污染事件的一個通報、收證、監控等能力 所以我們也協助了各單位來參與空氣污染事件的緊急應變演練作業 希望藉由這次的時常演練的經驗 未來面對空氣污染事件發生時 各單位可以迅速搜查正道污染以及救護出散的作業 避免整個污染事件的擴大 那我想在與會各位嘉賓的話 可能領對在民間98年底那時候在高雄縣 當時的高雄縣大發工業去因為有一個有不明的空氣污染物 造成附近的草料鍋中有多名的師生送醫急救 所以說那時候環保署 當時的環保署也協助了環保局 高雄縣環保局來進行整個的燃電的整個災害的處理作業 環保署也依據當時的災害的一些經驗 制定了空氣污染物事件應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來讓各縣市環保局可以依照這個標準來進行通報收證監測作業 來快速追查各空氣污染源 多處改善然後避免整個污染事件的一個擴大 所以在它這個啟動整個應變的一個時機的話 包括下面三個情況它就會 就適用在空氣污染事件應變的處理標準作業這個規範的那個範圍 包括公使下面三個那個適用時機 第一個是空市場所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或原因不明空氣污染物事件時 它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空氣品質導致有15個人人員以上受醫 或是第二個那個時機的話是污染範圍涵蓋規模達30人之學校 包含了幼稚園、獲養所、另外包括醫院跟養護中心 那如果沒有達到前面這兩個狀況的時候 那它是屬於可以避見的災害 那對社會有重大影響 具新聞性、政治性、靈感性 那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認為有通報現場處理必要的時候 就可以啟動整個空氣污染事件的應變那個處理作業程序 那整個事件的標準作業 我們大概可以分過整個下面幾個四個狀況來進行的說明 也就是當民眾或是工廠接獲的一個通報 或是我們由媒體當環保局由媒體主動看歇市 然後知道了可能有一個空氣污染事件一個發生的 然後就會進行一個通報作業的通報的時候 這時候現社環保局也就是我們基隆社環保局 就會上網去那個搜尋說我們的固定污染源的資料庫的一個系統 裡面的不管趴在一個平常的一個管制的狀況 或是機查狀況的相關資料 並且我們每個月或是每季我們也會去更新 有關於各單位的一些緊急入入人 空氣污染檢測設施清單 以及我們的相關器材的一些相關各單位的設備 然後携帶必要的機查工具 跟檢測儀器到那個污染突發事件的現場 進行一個蒐證 那並且在污染的圓的附近的環境的話 進行一個監測 然後鐵血空氣污染事件處理事件的回報資料 並且兩個小時要回報空保處有的監測 對環境的一個監測的狀況 然後事後當整個我們的污染控制以後 那整個也沒有一個環境污染之餘或是危害之餘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得以解除我們的整個事件 並且發布新聞稿 因為我們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並沒有特別去用地方知識法去公告一些 緊急應變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們整個的基隆市的一個緊急應變的架構 都是依據環保署當時訂定的空氣污染 突發事件的緊急標準作業程序 來制定我們的整個架構 那所以我們的整個組織的話 是由市長安兼任我們的總指會官 那由我們的環保局長安擔任我們的副指會官 那整個的參與的理會局處是包括了環保局、教育處、衛生局、 產業發展處、消防局、警察局、交理處跟行政處等 八個舉處是 那有關於我們各單位的一些我們的責任 以及我們相關的一些聯絡人的話 可以各位可以參與我們手邊的那個文書資料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今天演練的一個作業的程序 一個說明 那因為整個台灣的話是在一個地震頻繁的一個地方 那可能也會因為地震而造成那個我們的公司場所的油料外線而引起火災 所以我們就規劃了這次的那個空氣污染物的事件的演練作業 希望未來如果是因為地震而造成公司場所的油槽 或是所有管線有破裂時而引起火災 那我們可以快速來處理跟降低整個污染事件的一個擴大 那我們今天演練的方式的話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來進行 第一個部分的話是一個通報一個演練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救災演練 那我們會分這兩個階段來進行 那整個我們的模擬的狀況的話是 我們的發生歷史在台灣電力協和發電廠 然後歷史是在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80號 那整個模擬的那個發生日時是因為在104年11月9號下午2點10分 那宜蘭的近海發生了深度15公里規模6.8的地震 所以其中的地震度達到了6級以上 因此台電協和發電廠因為地震的關係 造成我們的柴油槽有破裂並且引起引發了火警 那我們根據我們對這次的那個外洩的一些物質柴油 也進行了一個危害性的一個說明 也就是說柴油它是一個易燃的液體 然後對人吸入是一種危害的物質 那如果說我們吸入的話可能會造成呼吸道的刺激 或是會有一些疲困跟暈現的感覺 那整個洩漏的應變的處理方式的話 就是要避免熱、火焰、火花以及其他一早火的物質 它需要用那個水汙來降低我們的蒸汽量 並且用砂林或相關的一些不易燃燒的物質 來吸收這個柴油 那當然處理人員要有一些適當的防護設備 那就整個那個事件的話而言的話 對空氣汙染的相關法規 包括第20條的排放標準 因為它是屬於火災 它可能就是適合一般的一些周界的排放標準狀況 那以及第32條突發事件的管理的話 那就需要在1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 那通務法的第43條主管機關的檢查跟鑑定的話 就是不得規避它那個妨害跟拒絕那個 拒絕的那個入場的那個檢查 那第77條的設施有規範的報備 或是因應的措施 它要在1小時內進行一個報備 所以24小時進行一個修復 然後15日內要提出一個書面報告